我一生 愛的世界 深情相忘 親密相用 現場歌迷都瘋狂了 這是2010年雙J分手後再度同台 而兩人的緣分從這裡開始 喬洛群 就看今天啊 這不就是你進入演藝圈的目的嗎 完全 你在幹嘛 這樣 差不多這樣 這樣感覺會不會像 先生 你是在看病是吧 下了節目之後 雙J戀情快速進展 才子還寫歌 宋才女 終於感慨 愛回不來 但兩人就像這首歌 愛回不來 因為2005年周杰倫與侯佩岑的 日本親密由照片曝光 其實蔡依林是一個典型的處女座 她對感情的要求有很嚴格 如果她覺得這個愛情的純度 已經不是她要求的 她就寧願放棄 後來傳出和彭于晏高以翔交往 甚至公開與緊融的戀情 雖然最後通通無疾而終 卻也都捧紅了男方 覺得其實蔡依林蠻旺夫的 跟蔡依林談過戀愛的男人 在事業上都是平步青雲 甚至扶搖之上 包括彭于晏她的這個官司解決之後 不得了了 她現在也是我們電影的一線小生 有週刊曾報道 蔡依林的媽媽為了女兒 還親自跑到 位在台北市某大樓內的胡仙廟 替女兒求姻緣以及工作上的好人緣 因為感情去拜拜這樣子 對 那覺得就是 你喝得來比較重要 對方的外貌與成就 向來不是天后的第一考量 蔡依林的感情路 或許不如事業順遂 但她依舊認真投入 希望能有那一人真心長久相伴 記者李曉玲 台北報導